第二十三集 陆凯在江城几乎是天之骄子般的存在 无数人仰望 从小到大 父亲每次吃饭都会夸到这个人 更是多次用人中龙凤这个词比喻 沈蒙家还不信 这种人也比不上叶晨 果然沈海华没有说话了 他沉思了数秒开口道 陆凯在江城确实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但是如果真要比起来 他停顿了一秒继续道 他这一生只有仰望叶晨的权利 孟家 你被我一直保护得很好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 这个世界拨开那层华丽外衣之后 是怎么样的 他是黑暗的 他是肮脏的 他更是血腥的 这样的世界 只有一种人能够活得很好 那就是强者 他们掌控着这个世界 80%的资源 他们挥手之间 就能毁灭我们沈家 他们站在世界最高处 看我们如蜂蚁 如尘埃 但是他 叶晨和我们不一样 他不是蜂蚁 更不是尘埃 他是能决定这些强者生死的存在 如果那些强者是一座座高不可攀的山巒 而叶晨就是这无数座山巒头顶的苍穹 沈海华的话如惊雷在沈梦家的耳边响起 他的头皮发麻 他整个人大脑一片空白 他的世界观开始崩塌 他脑海里只有叶晨的身影 得人堂 叶晨下了出租车 朱仁德早就在门口等候 叶先生 您总算来了 当初你走都没有留电话 我还怕您忘了呢 这些药材是刚从云南那边运过来的 很新鲜 药效极假 朱仁德快步走了上来 他发现叶晨没有配车 倒是有些意外 按照叶晨的五到十例 完全可以拥有一辆豪车代步 不过这是对方的私事 他也没必要多问 叶晨看了一眼朱仁德点头道 药材在哪里 带我去看看 叶先生 请跟我来 朱仁德带着叶晨直接穿过大厅 来到了后院 后院密密麻麻摆满了药材 如果单纯用重量来计算 应该有二百斤左右 叶晨检查了一下这些药材 不管是年份还是新鲜程度 都远超他心中的所想 他不禁高看了朱仁德几分 朱老 有心了 叶晨拱拱手 随后递出了一张卡 嗨劳朱老帮我清算一下价格 市场价就行 朱仁德虽然很想把这批药材送给叶晨 但是他知道对方也不会同意 于是就直接开了一个低价 叶先生 给我们德仁堂五百万就行 他实际进来这批药材算上人力将近千万 里面有几位药材更是在长白山深处罕见 价值匪人 叶晨也是猜到朱仁德会亏本卖给了自己 他没有多说什么 到时候他自然会把这个人情还回去 刷完卡 叶晨给了朱仁德一个地址 让他派车下午三点准时送到 对了朱老 我有个事情想要向你咨询一下 叶晨突然开口道 叶先生请说 朱老 你可知道江城哪里有炼丹炉可以买 叶晨实在不想用电磁炉炉了 效果实在太差了 朱仁德一听到炼丹炉 眼眸皱然一缩 表情都变得有些诧异了 叶先生 您 您难道会炼丹 他的声音很是颤抖 就好像听到了什么诡异的事情一般 朱仁德如此惊讶 是有原因的 因为华夏炼丹师早就消失了上千年 炼丹师 这可是传说中才会出现的词语啊 虽然市面上流传着一些丹药 但是那些丹药大多是千年前流传下来的 无比的珍贵 有些丹药甚至能拍卖到好几个亿 这完全是有价无市的存在 朱仁德再联系到叶晨购置如此多的药物 那真有可能是炼丹 他的内心掀起惊涛骂浪 想要强行压下震惊 发现也是徒劳 他死死地盯着叶晨 等待着他的答复 叶晨眼眸微眯 数秒之后才笑了笑道 朱老 你开什么玩笑呢 我怎么会炼丹 我只不过有这种收藏爱好而已 他从朱仁德的反应中 就看出炼丹这件事 绝对不能被人发现 自然不会傻傻地承认 朱老听到这句话 或多或少有些失落 如果面前的叶晨真是炼丹师的话 他可能会马上赶往江南省朱家 禀报此事 更是让朱家家主亲自来争取叶晨 因为炼丹师对于华夏的武道家族 来说太珍贵了 哪个家族能掌控炼丹师 不出三年 必然成为华夏顶级家族 叶晨见朱老有些失神 挥了挥手提醒道 朱老 你还在听吗 朱老这才缓过神 笑了笑 叶先生 如果单纯是收藏的话 倒是可以去古玩市场碰碰风头 江城最大的古玩市场在前江路二号 但是如果叶先生对真正的炼丹炉感兴趣 倒是可以参加拍卖会 拍卖会上的拍品大多由拍卖方审核过 只要有钱 必然能拍到心爱之物 甚至连万年前的东西也能获得 请问叶先生 您是前者还是后者呀 叶晨虽然有密法鉴定古玩 但是古玩市场赝品居多 真的去找如大海捞针一般 眼下拍卖会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朱老 我更在乎拍卖会 叶晨如实道 朱老点点头继续道 既然叶先生想去拍卖会 正好五天后在江城迁徙酒店 有一场大型拍卖会 我朱家刚好被邀请 要不到时候叶先生随我们一起去 那就有劳朱老了 叶晨拱了拱手 随后他又想到了什么继续道 朱老 今天怎么没有见到你的孙女啊 朱老没想到叶晨会问起朱子轩的事情 看来这叶先生也不是不尽人情的存在 啊 有点不巧 子轩今天刚好跟他师父出去爬山了 晚些才能回来 本来我还准备让子轩向叶先生敬茶 赔礼道歉 要不叶先生在这里吃顿饭 等一下 叶晨自然不可能在这里等 他直接站起身 转了一圈 找到了一张昨天的江城晚报 朱老 这报纸没用了吧 啊 没用的 叶先生 您是要 朱老 有没有笔 有有有 叶先生 稍等 不多时 朱老拿来了一支黑笔 递给叶晨 他其实内心有些疑惑 搞不清楚叶晨 这又是报纸又是笔的 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只见叶晨拿着笔 直接在报纸上空的地方 洋洋洒洒写了几行字 随后 更是在旁边画了一个人体简图 以及一些莫名其妙的线路 完成这一切 叶晨便把报纸合上 递给了朱仁德 朱老 等你孙女回来后 记得把这张报纸给他 他看了之后自然明白 哦还有 下午三点 别忘了送药材过来 叶晨交代完 便向着外面走去 差不多中午了 不知道孙姨 今天做了几个菜 等叶晨离开后 朱仁德眉头紧皱地打开了报纸 但是不管怎么看 都看不懂叶晨报纸上 写的是什么东西 他从小到大 都和药材打交道 虽然见识过舞蹈高手 但是根本不知道 舞蹈高手是如何修炼的 算了 等子萱回来再说吧 十分钟后 穿着一身粉色运动服的朱子萱 和一位老者 走进了得人堂 老者身穿一套灰色的衣服 足灯一双黑色的运动鞋 整个人很是精瘦 但站姿鼻挺 淡淡的眉毛下 一双慈善的眼睛炯炯有神 朱仁德见到老者 连忙打招呼道 老秦 又带子萱去修炼了 这丫头玩心太重 肯定又给你添乱了吧 朱子萱不乐意了 爷爷 你是什么意思 我在你眼里就是那种添乱的人吗 朱仁德瞪了一眼 朱子萱骂道 你自己做的事 自己还不清楚吗 上次得罪了叶晨 我昨天就让你留下来给叶晨赔罪 结果你一大早就和你师父去爬山 如果不是看在老秦的面子上 我早打你了 朱子萱一听到叶晨的名字 整个人都头大了起来 自从上次那件事发生之后 爷爷就一天到晚的念叨着那个叶晨 他烦都烦死了 叶晨不就会点三脚猫功夫吗 至于把他如此推崇 还什么武道宗师 就凭他 他心中只有一个武道宗师 那就是他的师父 今天在山上修炼 他甚至看到了师父 一拳隔空批断了一棵巨树 这可比那狗屁叶晨厉害多了 朱仁德提到了叶晨 不由地想到了对方的交代 连忙去后面取来了那张报纸 直接递给朱子萱 子萱 这是叶晨让我交给你的 上面的东西我也看不懂 你研究研究 朱子萱扫了一眼那个报纸 冷哼道 那家伙会这么好心送我东西 诶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这不是昨天的江城晚报吗 哼 他到底什么意思 是在说我知识浅薄 让我多读报纸吗 这是叶相在骂我 混蛋 朱子萱气得直接把报纸卷了起来 扔在了垃圾桶里 给我捡起来 他写的东西在里面 朱仁德二话不说 直接从旁边抽起了一根棍子 欲要动手 显然很是生气 无奈之下 朱子萱只能不情不愿地 从垃圾桶把报纸捡了起来 打开扫了一眼 确实有字和图案 但是他也根本看不懂什么意思 这叶晨写的什么公式啊 还一定要给我看 真是个神经病